大家好 不過很不幸 很快大家都不太好 因為地球正在暖化 這個走不掉了 2016年我們全球平均氣溫 已經高於工業革命之前1.3度 很快就1.5度 繼續浪費的話 很快就2度 2度很不可以 2度世界的生態變了 糧食會減產 我們生活很難過 不過說回本地 最主要都是熱的問題 熱夜 我出生的時候 香港一年兩日 最近兩年三十多天 預計世紀中會去到幾乎三個月 即是有三個月的時間 每晚都熱到你睡不著 在住屈質的地方 那些人要面對甚麼呢 熱、焗、濕 分分鐘就室內中暑 以及很多事故人吐出來 所以我很擔心 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 1.5度、2度 那時我們的貧苦大眾 要受很多苦 如果我們想他們不要那麼苦 我們要做些事 最簡單就是 省電、省水 所以總之省能量 吃東西不要靜 有東西就吃光 否則那些去堆填 它會變成減去 有氣溫室效應 還有就是 你買東西的時候 就不要亂買些 又便宜不可快扔的垃圾 你買得精些 用得久些 地球不會被我們害得那麼慘 將來不會那麼熱 我們的貧苦大眾 不用受那麼多苦 否則 將來大家都不太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